香港在近這兩個月發生的事 大家都看到我們專業界、社工界、學界 都是很關心怎樣去應對現在當前危機 一方面我們留意著事態發展 另一方面我們都注意到九月即將開學 在開學的時候究竟我們應該怎樣準備開學呢 我們今天三個團體開這個記者推特會 有一點都很想強調 就是無論發生甚麼事都好 我們希望必須要守護學生 以學生利益為先 我們都是幾個界別 盡量提供一切協助 幫助學生可以回到學校的生活 學生可以在學校有一個平和的校園生活 學校的立場就是無論發生甚麼事 學校一定是保護我們的學生 所有學生都是我們會保護的 學校是會提供一切協助 盡力陪著學生和家長走過困難的時期 我們是會用關外包容 希望可以解決到任何問題 在開學的頭一段日子 需要支援學生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建議幾個方法去做 第一就是我們都要預早去知道 哪些是比較容易受影響 學生哪些是相對比較沒有容易受影響 但我們都是這種學生 我們都很建議一種watch for waiting 我們看你的事 我們不一定要立刻做事 但是我們都有一個警覺性 到底他們何時需要加油 何時需要支援 現在會聯合校長團體 華爾會接下來是這兩天 會舉辦尊重與信任關外在校園 幾個工作方式 特別是給老師和校長 我們希望可以在接下來兩天 圍合到大概一千多個老師的校長 我們有一個叫做 講數 其實是time to heal 的一個program 我們其實在兩方面的工作 提供支援 一方面就是當家長或者學生 面對一些可能個人情緒上的困擾 或者是在社交溝通方面 有什麼問題遇到的話 其實他們可以向社工求助 然後呢 一方面我們會做一些基本的輔導 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會轉介到一些更專業的朋友 包括神良、生良家 就會跟進這些個案 希望提供到這一方面的支援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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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